这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种领海的 你看这往这前面都是的 太牛了 你看这里面的这个公园 这上面都是坐的隐形车道 就是汽车是上不来的 但是消防车是可以通过的 人车分流坐得非常好 你看往这边 这边应该是停汽车的 或者大部分应该都是停在地库里面 大花园式的这种住宅 往这边应该是配套的学校 在这边上学的应该也都是 为还比较有钱的人 往这边还好多 你看这边 我们还得再高一点 再往这边看一看 它这种造型也很特别 造型都是这种折线型的 然后好像是那种 三栋连在一起的这种样式 我们再往这边看 这边就是它主体了 感受一下 我的天哪 Oh my god 感觉像在香港那边 你看这边入住率也挺高的 这都有人住 它这边网上在卖的二手房还挺多的 便宜的都是一百大几十万 贵的话得这个五百万 有六百多套 就一个平台就有六百多套的 这个二手房在往外面卖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在卖的二手房 难道住在这边还不舒服吗 这边还不舒服吗 这边的一线海景 我们看看啊 在这个上面 眺望四周 看看这边的这个海景 临着的是这个黄海 这边的估计要贵一些 这边的是低层的这种公寓 看看这边这个海景 感受一下 一望无际的大海 临着的应该是这个黄海 环市啊 整个四周这边 应该没有比它这个更高的居住区了吧 附近应该没有啊 可能这个远处有啊 那边好像也有很多的这个高层住在楼 你看那边 整个这边的这个环境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这边好像也有很多的这个高层住在楼 但是大家都是这个建在内陆的 它这个应该可能是温海唯一的一个 填海造岛的项目 然后在这上面建的这一个居住区吧 据网上资料介绍啊 它这边应该不只有居住区 还有什么游船码头 五星级酒店啊 我们看看在哪里啊 这一个居住区 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看完 再继续往前面看看 确实非常的大 你看这边这个居住区 那这边 这边也建的很多的这种 非常好的这种高层住在楼 哇 威海这一个120亿的填海大项目 确实很厉害 从现在这一个 看到的已经建成的这一部分啊 和未来这个要件的这一部分 可以想象到 相当的牛 优优独播放